深夜不再孤单,读书与你相伴,大家好,欢迎来到深夜读书,年轻的时候,总以为把所有人都看个清楚,所有理都变个明白,才算厉害,如今才发现,世间的事物就像合理的泥沙,看不清,道不明,人心难测,事事难料,只有放大心胸,才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,到了一定年纪, 你终将明白,能看清,是能力,但选择看清,则是一种境界,一,把人心看清,把人情看清,前半生,总喜欢把出现在生命中的每一个人,都看得很重,萍水相逢,便推心致富,三言两语,就鼎力相助,但往往落魄一次,才能看清,何为人情冷暖,事态言凉, 人到中年,真正的智慧,是懂得不必把太多人,请进生命里,没有太多的掏心掏肺,就不会有太多的心灰意冷,企业家史玉柱早年热衷于结交朋友,甚至曾为好友担保十几亿债务, 1994年,史玉柱投资巨人大厦导致资金链断裂,负债二,五亿人民币,他以为凭借自己在圈子里的人脉,应该可以在短时间内筹到这笔资金,没想到,曾经那些他帮助过的朋友,要么避而不见,要么顾左言他,半年跑下来,持了无数闭门羹, 却没借到一分钱,后来史玉柱只能丢足宝居,将其他业务的资金,全部调往巨人大厦,也是这段教训,让他看清了这群朋友的真面目,但回忆起这些往事时, 史玉柱的神情中,全是释然,如同一个局外人,在讲别人的故事,这些是对他而言,只是看清人性的一段经历, 如今时过境迁,他也早将其翻篇了,菜根坛中有一句话说得透彻, 鸡则富,饱则养,欲则躯,寒则气,人情通患,也,你以为,真心可以换来真心, 只有栽了根头,才能看清,不是所有真心以待,都能得到同等的回应, 不是所有权利付出,都能得到理解与感恩,无事发生时,你们的关系情笔金坚, 有事发生时,你们的过往像盘散沙,觉得亚裔,实属正常, 黯然伤神,大可不必,因为很多时候,伤害到我们的不是别人, 而是我们自己过于看重这份交情,俗话说,虎豹不堪其,人心隔肚皮,要明白,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,人情冷暖是生活的常态,把希望放在别人身上, 就等于把失望留给自己,别等到吃过亏,受过苦,上过大, 才看清人性的真相,凉薄一些,冷漠一些,保持边界,把人看清, 才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,二,把得失看清,把往事看清, 了凡四讯有言,从前种种,譬如昨日死,从后种种, 譬如今日生,浩瀚宇宙,谁不是匆匆过客, 所有的名利财富都是过往云烟,不要让自己的心纠结于已经过去的事, 不要让昨天的缺憾取代当下的幸福, 如果你习惯性回望过去,必然会愁愁不前,前阵子看到一则新闻, 重庆房地产界的富豪格伟破产,负债上亿, 前半生一直顺风顺水的他,到了本该享清福的年纪, 却跌落到了人生的谷底,车子房子没了不说, 妻子也带着儿子离开了自己,最难熬的那段日子, 他连高楼的阳台都不敢站上去,他一冲动,连命都没了, 思来想去,已经57岁的他,鼓起决心,选择了从头再来, 为了偿还巨债,他重新创业,把自己的经历写成文章, 拍视频,开始直播带货,关于这段经历, 他在视频里只说了12个字,往事看清, 勇敢面对,努力在起,其实,生活中苦事, 难事,就如那玻璃茶子,握得太紧, 最终扎藤的是自己,放开手,在耿耿于怀的事, 也会变得举重若轻,敞开心,在追心刻骨的事, 也会变得云淡风轻,日子的好坏,从来都在你的一念之间, 这个世界上,从来没有百分百的满分人生, 只有看清过往,不让那些破事,烂事装满心房, 才能腾出空余的位置,去收集美好, 好事坏事,都已盛下酒的故事, 不以物喜,不以几杯, 往事看清,是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, 三,把生活看清,把遗憾看清, 杭州灵隐寺中常挂有一副对联, 上连是,人生哪能多如意, 下连是,万事弹求半称心, 人生上半场,谁不是心比天高, 不甘平凡,于是一股脑钻进人潮里, 开山披石,披荆斩棘,然而事实是, 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, 平凡是大多数人的宿命, 愚者只能看到生活中苦楚的那一半, 整日心有不甘,黯然伤神, 智者善于发现生活中美好的那一半, 明白上天给的剧本里, 每一个篇章皆有意义, 演员永梅演了二十多年戏, 五十多部剧,大多数时候, 她演的是配角,名气不大, 欲上好剧本,永梅努力争取, 无论结果如何, 都专注地演好每一个角色, 荣灯博里影后没多久, 被人问起准备如何大展身手时, 永梅说, 我不是一个特有野心的演员, 如果野心太大, 会变得很累很浮躁, 我不喜欢那样, 还是随遇而安吧, 人这一生, 一半靠争取, 一半要随缘, 正如罗曼, 罗兰所说,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, 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, 只有接受缺憾的出现, 与自己和解, 才能拥抱当下的幸福, 行走于事, 欲速则不达, 步伐不紧不慢, 如行云般自在, 像流水般洒脱, 才是人生应有的态度, 生活不要安排得太满, 人生不要设计得太急, 崩得太紧时, 就要主动松绑, 给人生留有一半余地, 才能在撞见死胡同时, 从容转身, 多年以前, 苏东坡遭遇朋友背叛, 数度陷入人生绝境时, 曾怅然写下, 试试一场大梦, 人生几度凉秋, 人生其实就像一场游戏, 看得太轻, 你就输了, 事态人情, 看轻就好, 无需拆穿, 缘起缘灭, 看轻就好, 不必强求, 欲试修信, 欲人修心, 将自己的日子, 过得舒适坦然, 才能活得不枉此生, 人生最好的状态, 不是避开车马喧嚣, 而是在自己心间除斗中菊, 立身处事, 需要的不只是一双慧眼, 更要有一片静心, 有些是, 看透不如看清, 看懂不如看清, 看透不如看清, 看清并非逃避, 而是隐藏着智慧, 道德经讲, 好查非明, 能查能不查之未明, 一个真正明智的人, 既要能看透, 又要心中有度, 俗话说, 明者远见于未蒙, 智者必微于无形, 看透是一种智慧, 更是一种远见, 然而仅仅看透, 还不够, 唯有清空心中欲念, 才能保持内心的淡然与轻松, 老子曰, 我愚人之心也灾, 俗人昭昭, 我独昏昏, 俗人查查, 我独闷闷, 世俗之人看起来都精明事故, 唯独我闷头不理俗物, 世俗之人整日瞪大眼睛, 是要把这世间看个清清楚楚, 唯独我迷迷糊糊, 老子自嘲是个愚人, 这种愚并非真正的笨, 而是淡然无忧, 人生起起伏伏, 总会有高峰, 有低谷, 别人清醒的时候, 你可能迷糊, 别人迷糊的时候, 你又是清醒的, 一时强弱何必在意, 不如抛开所有情绪, 脑内清楚, 心下淡然, 余下得顺其自然, 看懂不如看清, 道德经讲, 知其雄, 守其词, 知其白, 守其黑, 知其容, 守其辱, 懂得什么叫做光明, 从此便不再惧怕黑暗, 懂得什么叫做荣耀, 却依然甘愿忍受屈辱, 懂得什么叫做强大, 仍旧坚守内心的一片温柔, 庸人勉强能看懂, 智者则可以看得轻松, 道德经讲, 万物并坐, 无以观覆也, 上天有道, 是间万物, 亦自有其运行的法则, 它们不断地生长消亡,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, 我们每一个人, 不过是变化过程中一个小小的片段, 生命本就是个从无到有, 而后从有到无的过程, 因此不必执着于自我, 更不必执着于永恒, 得也淡定, 事也淡然, 好事坏事终将成为往事, 所谓官复, 就是以一颗虚净的心, 看待世间循环往复, 我眼中能读地懂它, 心底能容地吓它, 却不必强求它因我而改变, 糊涂却是智慧, 糊涂往往被误解为无知或愚昧, 然而, 在生活的深处, 它其实是一种深邃的智慧, 正如礼记中所言, 水至轻则无余, 人至茶则无涂, 这句话告诉我们, 过于清澈的水中, 难以有鱼儿的生存, 而人过于精明洞察一切, 往往难以有真挚的朋友相伴, 这并非提倡人们变得愚蠢, 而是告诫我们, 在人际交往中, 需要有一种, 难得糊涂的智慧, 难得糊涂, 这四个字, 源于清代文人正板桥之笔, 流传至今, 已成为人们口中的生活真言, 正板桥曾这样解释这四个字, 聪明难, 糊涂难, 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, 放一柱, 退一步, 当下心安, 飞途后来福报也, 这番话, 道出了糊涂的真谛, 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, 能够保持一种, 清醒而不失糊涂的心态, 是一种难得的境界, 这种难得糊涂的智慧, 与道德经中的, 和光同尘,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, 老子曰, 错其锐, 解其分, 和其光, 同其尘, 是未玄同, 这是说, 人的胸襟, 应该像大海一样宽广, 既能容纳涓涓细流, 也能包容一切成垢, 在人际交往中, 我们需要有虚怀弱骨的胸怀, 对忠言有虚受之量, 对蚌语有忍辱之量, 对他人有宽恕之量, 对事物有接纳之量, 当我们学会了, 难得糊涂, 就能错磨掉自己的棱角, 消解掉锐气, 从而摆脱纷争的困扰, 我们可以融入光明万象之中, 与大地尘土混同, 以一种平和的心态, 看待世间万物, 即使我们看穿了一切, 也要保持一种糊涂的心境, 因为只有这样, 我们才能眼底融得下万物, 心中融得下他人, 命里也就能融得下上天赐予的福报, 在生活中, 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, 有些时候, 我们需要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, 以便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, 但有些时候, 我们也需要学会放下执念, 以一种糊涂的心态, 去接纳和理解周围的人和事, 这样, 我们才能在生活中游刃有余, 既能保持自己的原则和底线, 又能与他人和谐相处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 喜欢的话, 不要忘记点赞和开启小铃铛, 你的鼓励是我最大的支持, 深夜读书, 每晚陪伴你, 期待与你再次相遇。